那當然如果在家裡能夠減少把衣服洗壞的這個機會 那讓大家覺得說在家裡洗衣服不是那麼複雜那麼困難 那搞不好大家會更願意用洗衣服代替直接丟掉購買 哈囉大家好我是萬秀洗衣店的第三代張瑞夫 洗衣店本來就是一個洗衣店 那到今年剛好是第七十年是由我阿公萬吉跟秀兒兩個人用名字 來組成的一個家庭洗衣店 其實我們認為說像衣服這個東西對於阿公阿嬤來講是非常非常珍貴的 剛好有一天想到說家裡衣服好多為什麼沒有人要來拿 那如果說讓阿公阿嬤穿上這個衣服 搞不好可以提醒大家要記得來拿衣服 那也可以幫助到這個產業 很多人他的洗衣機可能因為沒辦法去分辨他的量 他的水量以及他清洗的次數 他再怎麼洗都是髒的 那也會導致他衣服會慢慢的泛黃 泛黃就會被丟棄 其實洗衣服他有很多方法 就是如果說你用洗衣袋他可以減少他的這個打擊 可是一般傳統家裡的洗衣機他容量比較小 他的溝槽設計可能也比較不一樣 他裡面的溝槽設計沒辦法做到那麼的滿足到他運轉的水流需求 就很容易造成打結阿或衣物損壞的現象發生 今天如果當機器沒辦法控制制人的這一塊 你就必須靠專業必須靠經驗 就必須靠時間的等待去看這個 當AI能工智慧可以去做到這樣子去判斷說 你要加多少水你要洗多久可以減少衣物變形的可能 所以剛剛我在使用的時候發現很酷的事情是 他除了面板上面的功能之外 他可以雲端擴充洗不同衣物的方式 這個很棒耶 如果今天過兩年我可能出了一個新款的布料 他搞不好透過他的這個智能設計 我可以下載一個新的洗涤方式 洗涤節奏就可以解決這個衣服的問題 那這個機器他本身就可以用很久阿 那加上我發現一般來講我們在洗衣服 我們可能只會有柔洗、搶洗、標準洗 我們不會去分說他是不是運動布料 他是不是嬰兒的布料 那我剛剛就發現他裡面可以有這樣子的選擇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會覺得說 運動完的衣服怎麼洗都怎麼臭 可是他就做了這樣的一個流程 那搞不好就可以減少掉這件衣服 因為洗不乾淨而臭掉噁心丟掉的問題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好的設計 可能很多人其實都沒有在烘被子、烘衣服的習慣 就只會覺得把被單洗一洗 但其實對於我們家來講 我們從小就被教育說 你要把洗衣服要透過烘乾機、乾淨機來做殺菌 所以如果今天這個功能能夠被大家所注意 而且你可以很輕鬆的 譬如說我下面在洗床單 可是我把被子就丟到烘乾機去 這樣就可以順便把裡面的塵盤除掉 我覺得這會是一個非常棒的理念推廣 那如果你今天你可以從下面很快的把衣服拿出來放上去 一方面減少時間的消耗 一方面也減少你體力的消耗 那搞不好就有更多的手的力量 可以去抱小孩做更多的事情解放你的雙手 其實我覺得這一次在使用WASHTOWER的過程裡面 我覺得還有很多地方跟我們萬袖洗衣店的精神很像 他們透過智能的方式 其實不只去延續物品價值的生命 他們也透過他們的努力 讓水跟電的能量減少消耗 也是對環境一種友善的一個表示 那最重要的是我覺得 我覺得除了我們在衣物的價值延長地窮遊戲之外 它更是幫助到了家庭 我們有更多的時間去照顧到家庭的健康 包含它的消毒殺菌 這個其實都是對於家人最大的保護 我想這個就是最重要的